北美館近期公布 2019年威尼斯雙年展台湾館 由常年旅居紐約巴黎的 藝術家鄭淑莉代表参展 台湾館展场设在意大利的 普里奇欧尼宫 过去曾是威尼斯总督府的 附属监狱 鄭淑莉以这个历史背景出发 将主题定为三乘三乘六 指的是遍布全球的新型监狱 九平方公尺的拘禁空间 以及六个监视器不停监看 让民众可以亲身体验 当代社会被科技禁锢与控制的感觉 今天我们活在的社会里头 科技包括所谓的脸部检验 整个社会已经是处在一个 被那个检视镜头的一个 控制的状态当中 原则上就是说希望整个作品 会把那个监狱的概念 扩展到一个更深层的 所谓的数据的建议 郑淑莉是当代网络艺术先行者 最知名的作品是探讨跨性别 及网络议题的布兰登 这也是首件由美国纽约古跟汉美术馆 委托制作 并纳入馆藏的网络艺术作品 这次展出的三乘三乘六 郑淑莉也把性别库为议题代入 将科技监控对照到十位历史与当代 因特殊性别取向被监禁的实际案例 包含法国哲学家富科 意大利传奇情圣卡萨诺瓦等 带领民众反思性别框架 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是近20年来台湾与国际艺坛对话交流的重要场域 三乘三乘六将在明年5月到11月于威尼斯转出 受到瞩目 庄社记者赖奇元叶冠营台北报导